万万 你能不能不闹了 我没想到 我疼了你四年 你一句话不说就失踪了 你跟我说你要跟别人结婚 你好好再给我个理由 是不是 万万 咱俩不合适啊 哪里不合适啊 你说呀 你们两个人 你看哪儿跟哪儿都不合适 妈 你怎么下车了 你们俩闹成这样 我不下车行吗 小姑娘 别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闹有意思吗 阿姨 你也是知道的 我和乌涛从高中起就 我们家儿子现在已经结婚了 你这样提这事没有用的 再说了也不瞒你说 你们两个人的事 我就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答应 为什么 看看你这张脸 满脸的咯咯哒哒的 长相 长相不好 工作 工作不成 要什么没什么 还有 你这个名字啊 叫什么 曲弯弯 谁曲的 曲本身就是弯曲的意思 还弯弯 曲弯弯这三个字放在一起 你这辈子都别想顺了 别在这里丢人泄眼了 我这名字 这工作 这长相 她又不是同一天才知道 她为什么突然就变心了 你这个小姑娘怎么那么硬的了 我就跟你说白了吧 我儿子啊 现在娶的媳妇啊 我儿子啊 现在娶的媳妇啊 人呢 长得漂亮 工作又体面 要什么有什么 你哪里比得上嘛 再说了 人往高处走 对吧 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处一个好对象 你要是真心对她好 就放了她 算 阿姨求你了 说到底 还是嫌贫爱妇 我不管你什么嫌贫爱妇啊 总的来说 你们俩没戏 你啊 就看在你爱她的份上 就放过她吧 你这臭丫头 不是个男人 算了 算了 有什么好看的 三个孩子 走走走走 这都是 你在找什么呀 走走走走 手机可千万点自爱呀 真的吗 打了麻药就不疼了 那像我这种情况 如果想整成范冰冰的脸 需要多少钱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用公司电话聊私事的 我 我想整容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想聊私事 打电话呀 上网 我都不会管你的 我也不会跟其他同事那点八卦 但是 整容 你怎么想的呀 人的长相 都是自己父母给的最珍贵的东西 你怎么会有想整容的念头呢 我的心事 你愿意听吗 我的心事 你愿意听吗 别难过了 这种渣男 不值得你为他丢掉眼泪呀 更不值得你去为他改变自己 我们公司是经营化妆品的 大家都漂漂亮亮 只有我 有爱观瞻 还有爱观瞻 你可真喜欢给自己找词 我跟你说 其实你长得不难看 真的 真的 古观挺端正的 而且气质也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 我就是皮肤稍微有那么一点 不过没什么呢 我觉得 你估计是毒火攻心 内疹不不调的要知道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中医 调理一下 看中医呀 我有个大学同学 是个美女 她就是 皮肤一开始满脸包 后来找了个中医 开了几户药 吃完了以后 皮肤可好了 跟淡青似的 那我们 我们去看看吧 可以呀 我帮你问问她吧 好不好 看看她在哪儿看她 能照清楚吗 角度可以吗 你再往这边来 给我拍帅一点 对 对 对 好 你怎么来这儿啊 咱俩不都说清楚了呢 你怎么来我单位来的 我看清楚了 我在迪欧 你在迪欧 对 我在迪欧 吴涛 我现在和你是平等的 娃娃 人在职场不能置气 像迪欧这种大公司 根本不适合你 你就算勉强进去了 肯定也待不着 你还是回老家吧 也许在你看来 我根本不配在这楼里上班 但我要告诉你 我不仅要留下 而且要在这里站稳脚跟 一定会比你混得好 我不靠任何人 不靠我自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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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